今天来给这个小朋友做一个美美的指甲 小时候摸着有点干 我需要先帮宝贝尼尖点刀刺 稍微的打磨一下指甲 因为小朋友的指甲呢很短 所以呢要轻轻的磨 不用磨特别多 我来看一看还有哪个指甲需要打磨的 把手上面的粉尘扫一扫 用指甲温 sıフ 我看你了 把手拿出来 我看看干了没 摸一摸每个手指 好累可以堵塞了 为小宝贝能做一个 糖果调色管 第一个颜色 先来堵个黄色的 第二个手指的颜色 蓝色的 第三种的颜色是 七彩水瓶 先来涂一层打底 再拿一个小刷子 均匀地铺开 第四种颜色 是粉色的 涂这个手指的中指吧 咱们这个小宝贝呢 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还插一个手指头 也就堵这个颜色吧 上面的蝴蝶呢 都太大了 只有站着一个小星星了 贴到这个小拇指的上面吧 小宝贝说 这两个食品可以斗沾吗 它还是可以的 先用这个小盒子里面 去一个小窗吧 再上这个里面 调选一下 因为宝贝的指甲 实在是太少了 只有这个小花花 适合 不过 站上去还是蛮好看的 哎呀 这个不行 有点太大了 还是拿一颗 小的站上去吧 好了 装饰呢 基本上是站完了 最后就插个蜂蟲了 好不好 好 好 cheeks 目 섞 好 这 十 你说 有lim 事 好了,昨晚咯 来,我们进去丁一欣赏一下子吧 真的好看,还蛮可爱的 来,两只手一起看看 嗯,好看好看好看 就是小时候有点赶 帮忙脱个护露霜吧 好嘞,已经变成香香嫩嫩美美的小手了